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罗希希博士 欢迎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英文论文成文的最后一步 就是英语语法的一个润色 在这之前我们先大致的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说的 把英文论文写出来的框架部分 框架部分就是我说的 在写文章之前 先要把PPT给做出来 PPT里面包含的部分 要基本上与你的正文是一一对应的 而PPT的形式它可以是中文的 然后它也可以是结构非常松散 但是它要有那个灵魂 就是它要有核心的那个语句 我们就从第一页往后面发 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 第一个是这个题目 然后研究的背景 当前取得的进展 然后当前的研究不足 以及可能解决这个不足的一些方法 或者是新的一些样本 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你的研究目的 像当前研究进展 这些东西从哪里来 就是从你之前读文献 按照我的方法 用Excel 把那些核心信息给摘要出来 然后你摘抄到你PPT里 都可以用统一的很死板的模式 就是谁谁 谁在几几年 用什么方法 在什么样本中发现了什么 就这样的模式 都可以先用死板的模式 那时候编排的时候 可以让语言更加的有活力 但是在写股价的时候 没有必要增加这么多的思想负担 好了 然后硬硬大体验结束之后 是材料方法部分 第一部分 先要给出几张表 你要都做出来 结果学部分 结果你先把结果按照 自然顺序列一遍 然后再列出逻辑顺序 你就主结果一 主结果二 主结果三 因为最多不超过三个 然后进入讨论 讨论的话 每一个主结果 你都要给出一到两个解释 每一个解释后面 要给一到两个support 然后之前还是有的朋友 对这个主结果概念不清楚 我这里就举一个例子 譬如有一篇文章研究的是 胡歌为什么长得比较帅 好的 然后他得出十几个结论 首先前面有几个结论 比如他发型比较帅 他衣品比较好 然后他的鞋子穿的特别特色 他的专容比较好 所以这一部分结果可以总结下来 就是胡歌总体的外貌比较好 然后第二部分结果 你可以说胡歌他读书读的比较多 然后他演戏的时候 什么台词功底比较好 然后他注意提升自我 那这一部分主结果的结论 就是胡歌的内涵比较好 所以这就是主结果 其他的那些是分结果 然后关于讨论也有些人不懂 我这里再几个例子 譬如我有个结论 得出周杰伦的做的曲 就是比较好听 这个结论 然后我给出的解释 是因为他的曲分比较多变 我就要给出几个support support他这个曲分多变 然后就一他在什么歌曲里 有什么曲分 他在什么有什么曲分 这是一种support方法 还有一种就是 季晚的天华 麦克杰伦他的歌曲 也有很多的曲分 包括什么什么什么 这与周杰伦的曲分多是一致的 这个就是自身维度 和从其他维度 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就反过来 譬如也有人认为 周杰伦的曲分其实并不多 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评估方法 跟我们的评估方法 有不一致所造成 因为他们认为的曲分多 是怎么怎么样的 我们认为的曲分多 是怎么怎么样的 好 你看我刚才说 周杰伦的音乐不错 然后我给出一个解释 是他曲分多 曲分多我从三个角度 进行了一个解释 这当然只是一个例子 很简单的例子 然后你到时候写文章 也要针对这几个主结果 给出你的解释 以及二到三个support 然后每一个主结果 都要有一到两个解释 每一个解释 有两到三个support 好的 然后把这些核心灵魂 全部都整进PPT之后 这个PPT你日常可以拿来 向你的老板进行汇报 然后同时也可以拿去学术 稍微改专项 可以拿去学术汇报 或者是什么的 你只有要毕业的 甚至可以把几个PPT拼在一起 就变成毕业论文的汇报 如果你只有前面的部分 然后你把前面部分 给它拉得很开 那就变成了开题报告 有人问我开题报告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实际上就是把现在研究的进展 之前我说的是 谁谁干了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并列放在一起 一页有七到八个开题报告的 无非就是说 每一个人 把它的每一个研究 都给打开打开打开 就每个人可能有一到两页的篇幅 就把它内容全部都打开的 这种形式 不过关于怎么做开题报告 我后面还是专门的做一期 毕竟需要这个的朋友 还是挺多的 好了 然后再回归今天的正题 然后有了灵魂之后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写 这个英文的内容 而你这个框架 你可能甚至一开始 是用中文写的 或者是中英文混搭的 其实这都不要紧 你主要有了思想之后 后面就是好写的 一方面你可以直接 用你最土的英语 有主卫兵主卫兵 去先写过去 或者就是我日常习惯的 我会打开谷歌翻译 然后直接把我想要的 就内心想要说的中文 直接打进去 它会输出来一段 虽然不怎么符合 学术规范的一个英文 但是它语法治疗正确 第一阶段 你就是尽快的把整篇文章 用英文全部都给扩充完 然后扩充完之后 这个时候就要用神器 grammarly或者ginger了 ginger其实我自己也是很少用 这个玩意儿 它不太智能吧 总规范 它有一个网页版 就是你把东西复制 然后粘贴上去 然后还有种 就是微软的一个插件版 然后我比较推荐 使用微软的插件版 你看这个微软 然后你去下载 MS的插件版 下好之后 它就会自动插在你的软件里 然后你打开它 它就会在你的右边 出现了一栏更改的框 然后你可以选择它的风格 风格你一般选general 学术的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它可以选择 你是美式的还是英式的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选择一个茶虫 然后这也就是 为什么它的会员版 会稍微贵一点 好像是非会员版的话 是不能够有这个茶虫功能的 茶虫的话 它就是认为七个单词 如果一致的话 就认为是抄袭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更改一下语序 或者是怎么的 因为尤其像方法学 或者是结果 我也是推荐大家去 别的文章去 如果方法用的是一样的话 你可以去拿它 但拿的时候 你要尽可能的用灰色 把它先给标注上 以防到时候grammarly 茶虫也漏了怎么的 你要对方法学 进行简单的改装 研究背景的 我们也是有很大的可能 去摘抄别人的一些句子 反正这些茶虫的话 加上你一开始 加的灰色的标 以及grammarly里面的茶虫 二者结合一下 降低这个重复率 会员的话 你可以去这个 某宝 某宝里面价格 我们可以大概看到 你其实可以 好几个人一起用 当然我以前 读研究生的时候 一开始条件不是很好的时候 我也就是在 投稿的两到三天前 购买这种 时间非常短的 临时改一下 然后现在用的是 那种半年版的 或者是一年版的 就养成习惯 就在用这个东西了 然后关键的是 这个东西还可以 安装在手机里 还可以安装在 电脑的那个网页里 然后就渗透到 你电脑每个角落 譬如有的时候 我跟我外导 发短信的时候 或者发邮件的时候 都能自助的去更改一下 其实还是挺好的 要不然你的邮件里面 有这些小错误 看着还是很难受的 尤其在像国外导 使用offer的时候 尽可能的去更改一下 此外这个软件 我觉得还是挺适合 研究生 或者是所有学生 去写小作文的 小作文大作文什么的 更改语法 都是绰绰有余了 里面有很多种风格可以选 因为我只关注到学术 但实际上 还有一些考试的一些风格 好的 先是框架有了 用谷歌 先把全文给评充上 然后接下来 再用grammarly 把整篇文章的语须 按照学术的调整一番 然后接下来 要干的第四步 就是再找出 你核心引用的那几篇文章 把你的文章放在左边 它的放在右边 对照它的句子 然后如果你觉得 它的句子比较优美的话 你就用它的句型 去改造你现有的这个句型 好 然后全文再进行改造一遍 你要用好几篇文章 可能是三到五篇 你就这时候就再细读 读的时候 这时候是最注重它的语言 譬如它在描述它的结果的时候 用了哪些特别妙的一些方法 我们有的时候写 A发生了什么 B发生了什么 结果它写的是 A和B发生了什么 和什么respectively 这种就是比较巧妙的 你要通过去模仿句型 这一阶段就是模仿句型 好了 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 模仿完了之后 再用Grammarly 再去全文走一通 然后接下来 再看看图案表 文章就可以投了 这就是我自己 亲身经历 就是写文章 就是这么写的 好的 总的来说 今天主要的内容 一个是教大家 这个文章的框架 是怎么一回事 重新解释了一下 这个main result 是怎么一回事 重新解释了一下 这个解释跟support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再用谷歌 把它给翻译成文章 然后再用Grammarly 走一遍 再对照的文章 模仿它的句型 最后再用Grammarly走一遍 最后文章就成文了 好的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下一期见 记得三连支持哦